我直接谈随便谈一谈吧 就毕业七年多了 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对于底层的人来说 别亲什么无聊的投资啊 投资那一套的东西 认知那一套的东西啊 那些玩意儿没有什么意义 都是别人贩卖 通过贩卖这样的概念 贩卖这样的知识 来达到他们脱贫致富的 目的的 不是让你脱贫致富的啊 你要想清楚 很多人 希望看别人说脱贫 脱贫致富是一个做的 做脱贫致富只能通过行动来达成 懂吗 而不是什么 通过看通过想 就作为底层的人啊 你不管是干什么 首先 你得有点捧钱 首先你得有点捧钱 干什么工作啊 不重要 这个工作能不能学到东西 那是你看个人的 这个工作能不能学到东西 很多时候是看个人的 你如果说你自己能学到就能学到 你学不到那就学不到 就比如说去超去工厂 搭操作工 对不对 你如果去的是关键稿位 你也能也能学到一点东西 如果说只是去打个螺蛳 那学 学到的东西有限 但是如果说你去的是住宿的 操作什么 机床车床的 这类型的都可以学到东西 只是看你有没有什么恒心 有没有 一个什么 成长的心 有没有什么 去专业的心 就我毕业七年了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 最后悔的一件事 不是说没挣到钱 而是没有目标 没有什么 一个往地的目标 横地的目标 具体要学点什么东西 不知道学什么 所以工作的时候就 很多时候 什么都会点 但是什么都不惊托 什么都会点 什么都不惊托 这是我特别后悔的 我不是说没后悔挣到钱 挣钱这些事 是什么 是随着自己的 随着自己的什么 能力的提升 随着时间的过去 总会有一定的沉淀的 当然了 我也不后悔不结婚 结婚 这件事 能结就结 结不了 就结不了 没有必要强求他 是不是 婚姻不是每个人的必须品 我们搞清楚 婚姻不是每个人的必须品 但是什么 在当下这个时代 钱是每个人的必须品 钱是每个人的必须品 它是个结果 钱是一个结果 过程是什么 是我们必须要有能挣钱的本事 能挣钱的能力 就我跟很多人 我在很多人谈的时候 劝很多人的时候 你挣钱的过程中 不要把自己的辛苦挣的钱 去什么 消费 去先攒起来 年轻的时候 找本事 固然好 但是找不到本事的时候 那就必须把自己的钱 什么 攒起来 当有一天你想 学本事的时候 你可以拿出 学本事的钱来 而不仅仅什么 这样反复 去给别人吃 什么 去那些血汗工厂 去打工 这是我们很多人 什么 要搞清楚的 人生真的 挣钱永远是什么 最重要的 人生是什么 挣钱永远是第一要考虑的事 在当今时代 挣钱永远是第一要考虑的事 你不管是干什么 都要用钱 别听那些网络上 那些 那些 很多 工资啊 或者是很多什么 哲学家 胡扯 是不是 你不是他们 你不是他们 他们不需要钱 你不需要吗 他们也没把他们这个钱 免费给了别人 是不是 义务给了别人 也没把他们挣的钱 绝了呀 是不是 他们甚至没把他们学到的知识 义务 绝给别人 更别说什么 其他的 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什么 工资 挣钱永远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第一要务 挣钱永远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第一要务 要想清楚 别管是说你未来想要干什么 现在干什么东西不要钱 现在干什么东西不要钱 你要想清楚 现在干什么东西不要钱 是不是 所以趁年轻的时候什么 把自己辛苦挣的钱先重起来 储蓄先重起来 当有一天你不想什么 挣辛苦钱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你以前攒的钱去干点你想干的事 就要我 我反正是什么 差不多 工作的时候 几乎什么 把 挣的钱都重起来了 也没什么 也没那么多消费的必要呀 是不是 就要我 就要我 我能买得起 我这个人能买得起 是我可以买得起什么 就要很多人说的 那些豪华的奢侈品 但是我 为什么去 买它 它能给我带来什么 带不来什么 东西 只是让我面子上 能过得去 是不是 现在社会 真的你没有钱 你面子上过得去 也没有意义 所以对底车来说 最主要是什么 先找个事干 然后重一定的钱 能不能学到本事 能学到本事固然好 学不到 至少什么 能挣 能挣点钱 当然有天你不想干这个活的时候 你有什么 你有不干的底气 是不是 你有炒老板的底气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我是 我很少去 什么 去谈什么 谈什么理财 要 提高自己的认知啊 要提高自己的 哪些什么什么能力啊 等等乱七八糟的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普通人 缺的就是一个什么 执行力 扫台什么切负 扫台 这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普通人挣钱 就缺乏一个执行力 你能不能 完完全全 按照一套理路去执行下来 而不是什么 缺少目标 缺少方法 等等 就像我 你比如说 去一个工作 我先挣他二十万 先从他二十万 你有这个目标吗 是不是 真的去外面工作 去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工作 你如果真的能省之解忧 三年 可定能从够二十万 我一般 我一般一年 差不多从五万到六万左右 我 我很少 很少去什么 花钱 我总是从了钱以后 我就不想工作了 我总是一从了钱以后 就不想工作了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 而不是我从不下钱 我是一有钱以后 我就不想工作了 不想去工作了 所以趁自己还年轻 多从点钱 就我是跟以前很多人是谈的 你如果说你不结婚 不打算结婚了 更应该从点钱 突然有一天 你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去或者是 想去世界各地去转转了 都是需要钱的 或者某些想创业了 都是需要钱的 都是需要资本的 别听网络上很多人说 创业不需要钱 你有好方法就行 但是好方法 你说了算吗 你的方法 如果得不到业症 很多人就不会什么 支持你 懂吧 所以 人还是什么 首先要筹点钱 学理财那一套 等过段时间再说 你可以说 先去学理论性的东西 不要去直接实践 要我 我也干过股票 我也干过什么 金融 这一块的 干过基金 炒基金 是不是 炒股票 我们如果是个蒙外汉 真的很多时候 是会交大量的学费的 先去学理论性的东西 等学扎实了 再稍微投点钱 是不是 去尝试 任何东西 都不是蒙外汉 可以玩的转 哪个好业都是这样 不是蒙外汉 就可以玩的转 都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 精力的 别只是看到别人 什么 吃肉 而看不到别人 什么背后下的辛苦 就像现在很多人 盖自媒体一样 如果说 你只是看到别人 什么吃肉 你看不到别人 没脸没皮 下的那点辛苦 别人能做到 你做不到 是不是 那你活该去 活该挣不到钱 是不是 别人无下线 无底线 去卖彩卖乖 你为什么做不到 是不是 那就 这个世界 什么 挣钱 钱被这个世界 什么提升到了 很高的高度 这没办法的事 我们国人很多时候 谈着说 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谁来规定 那个取之有道呢 是不是 所以最重要的是 只要不违法 想办法先去赚钱 才是王道 想办法赚钱 才是王道 就我现在很少去讨论 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讨论社会问题了 是不是 因为如果说 你解决不了自己 贫囚的问题 讨论这些玩意儿 没有意义 不由你控制 不由你决定 懂吧 先去什么 解决自己什么 吃饭的问题 再抬起他的 懂吧 我看我 我看你 的 誓言